好的,我们继续啊 你看,马上呢,我们就要织反面的这一行了啊 刚刚我们不是已经连过了吗 它已经好像是六厘米多了,对不对 如果大家很难区分哪个是正面,哪个是反面 实际上织反针的这一面啊 它的所有的纹理呢,是相对来讲比较像横向来走的啊 你看,这个呢就是反面 你看,它的所有纹理还是比较去向于横着走的 但是你看正面的纹理呢,它是以树为主 而且绒毛会稍微长一些,跟反面相比,发现了吗? 你看,反面绒毛呢,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短 留意到了吧 这是由于我们编织的时候,手法的特点 才形成了这个绒毛呢,一边是长的,一边是短的这个效果啊 你看,我们在织的过程当中 反面的很容易呢,就会,针套呢,相对来讲啊,是比较紧一点 所以绒毛呢,没有被完全的拉扯到另外的那个正面的那一侧 所以,它相对来讲呢,这一面呢,效果跟另一面相比 在绒毛上啊,有一个差别 但是正面就不一样了,如果你们大家织的是那种细一点的毛线和细针啊 而且毛线是圆柱体的这种样式 你就会发现,我们在正反面都织正针的时候 那么会有,就是一行松一行紧的那种格子似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要是环形肢的身体部分 然后到袖子的尖头 就从腋下到尖头这位置呢 我们不该转向于往反肢了吗 那个位置就会变得特别明显啊 就是两行一变化,两行一变化的感觉 之前我们织过一个大一点的帽子 就是那个小企鹅的 那个小企鹅呢 最大可以戴到头为53.5厘米的时候 最小呢,头为45吧 45能够戴 或者再小一点43都可以戴得下 现在帽子的这个所有的特征呢 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 你发现了吗 两个护耳 就是护脸吧 不能叫护耳吧 应该是护脸的部分 看,这两个小小的东西啊 已经变得很明显 而且极其圆润 这是由于我们规律加针 并且通过巧妙地收掉我们那个线头 才形成的这种圆润的效果 你看,我们又来到了反面 反面相对来讲 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会稍稍的比对面有一点点慢 把这两个摆整齐 要不然长时间放着老是歪的 大家看着会不舒服的 同时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养成一个好习惯 就是我们在编织的过程当中 一边织你这一行 一边在数帧数啊 不要出现掉帧或者是无端增加帧数的情况 帧数的增加呢 无非就是我们有的地方呢 忘记了 已经退掉了这一帧 然后又把它继续织上了 这种情况就会出现 夹针 多出一帧的情况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进针的时候 没有进入这个针套当中 而是进入了下边它的那个 织物的这一块的纹粒里 你被织了一针啊 被你织了一针 织完这一针之后 然后上边的你又没有及时退掉 所以这样啊 无非是这两种情况 形成了夹针 或者是在织最后一针的时候 自己忘了退掉 然后在这一针的基础上 又织了一下 这样也会形成了一种夹针啊 帧数多 无非是这几种情况 帧数少呢 就是我们 比如说啊 在织这一针的时候 然后 退掉的时候 你连同刚刚织的这一针呢 然后一块把它后边那个没有织的一针也退掉了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我们特别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掉针的情况 所以大家一定要数好自己的针数啊 因为这个小帽子呢 用一团线就能织完 所以可能我们设计不到一个寄线的动作 就是比如说一团线用完了 我们要用另一团线来和它连接上继续直 其实无非就是像系鞋带一样 但我们系的那个线不要太长啊 同时要系成两个打两个死扣 这样它才会变得非常结实啊 你看 有些毛线呢 它实际上是 不是由完全的一根毛线组成的 你比如像这个啊 你看 这毛线本身呢 这就打了一个结 看到了吗 这可能在机器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啊 这线呢又加入了另外一根线 两个合在一起啊 合成了一团 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断线 所以你看它就这种情况 这个时候要看你自己啊 假如这是你自己打上的一个扣 比如说你用完一团自己打上一个扣 把它系紧的情况之下 然后 我们在织的时候 看你用哪一面当表面 如果我们用正真的这一面当表面 那么好了 你一定要织的时候 然后把这个 接线的线头留在织反正的一面 比如像现在这样的操作 看 然后再拉扯一下啊 它就被留在了里边 不会被看出来了啊 当然了如果你要是以正面 以反面 把它当成正面的话呢 比如说有些位置 织耳朵的时候 我们多数情况下 是把织反正的那一面当成表面 因为它面积小 所以 看上去会更加的整齐 所以用反正的那一面当表面 在那种情况下 你的那个线头就不能留在 直反正的那一侧了啊 而是要给它留在直正正的那一侧 全都靠自己的 拉扯线的这个力度 来控制 线头在哪一面出现 明白了吧 如果你放松一点 正好它在直反正的那一面 那就松一点直 就那一针啊 松一点直 如果你要拉紧线 才能够保证它在反面出现 那我们就把线拉紧一点 把它织进纹理里 以后啊 其他的针套就按照正常的力度来 编织就行了 知道了吧 我们应该在这个 教程 结束之前 能够把这个13厘米完成 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会进入下一个环节啊 也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什么呢 就是 分片啊 分啊 不叫分片 就是分针吧 算叫分针 我们要分别的去织帽顶的部分 由于这款啊 它是相对来讲 比较小一点的 给小孩子的嘛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各个位置的尺寸 以及帧数 必须要严格的保证啊 可千万别 你的帧数是对的 32帧 但是你觉得 哎呀我想织大一点 让我孩子带着 能带时间久一点 这种想法是最可怕的了啊 因为你只考虑到一个地方 多织点 让它大得久一点 但是你没有考虑到整体的比例啊 所以 大家千万不要贪图 要织大一点 从而啊 改变了它的高度 如果那样 所有的比例都是不正确的了 而且孩子戴上去以后 那个帽子的边缘会 会一直到鼻梁上 那就不对了啊 同学们 所以必须按照我们那个 严格的比例来啊 我估计再织四行 就到了我们想要的是三厘米了 这只是估计啊 我们把这行完成之后 先量一下 我觉得现在至少有十二厘米了 量哪呢 大家一定要量 这个部分 就是它的前边这个啊 眉毛的这一部分 十一厘米 我们现在这样啊 现在不是正面这行已经完成了吗 然后我们把反面织完 然后再 现在十一厘米啊 还差两厘米 怎么样呀 织三行左右啊 我们来试一下 反正这行反正是要放心的织的 因为它真的是 还差很多啊 因为我们多数的情况下 都是在织正针这一面的时候 才会有变化 所以反正这一面啊 大家就放心的织好了 不会把这个重要的变化 给它安排在织反正的这一行的啊 好 下一个视频呢 我会教给大家啊 我们不会做任何的事 删减啊 大家放心吧啊 下个视频我们开始继续织啦